- 后台无线play - 后台无线play - 后台无线play - 欢迎锁定包包三家后台无线play - 我是Ben - 我是来自music & drama company 的Kim - 今天我们要跟平时不一样 - 要优雅一点点 - Sorry,我的脚要这样子 - Yes,因为我们请到一位是 - 才华和美貌并重的小提琴手 - 不知道之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视频 - 是在新达成一个大厅 - 有一个钢琴手在弹奏的时候 - 然后一位小提琴手呢 - 她就走过很随性地放下包包 - 开始两人合奏 - 然后这个视频就在网上走红 - 今天我们直接把这位小提琴手 - 请到节目来 - 对,还有一个头阶哦 - 她是JJ林俊杰的乐手 - 而且她也是我们MDC的一份子哦 - 欢迎Jocelyn黄敬慧 - Hello,大家好,我是Jocelyn - 今天一来到公司心情就不一样 - 我就听到那个小提琴声热声嘛 - 一眼的时候,对 - 感觉像在Explanade的感觉 - 然后你今天的穿着也是优雅 - 它是优雅的 - 它一下子都有这个气质 - 对,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好好了解 - 到底它是怎么变成人气小提琴手 - 然后跟JJ工作的感觉怎么样 - 我们先进入一个破冰ING啦 - 我们让你放松一下好不好 - 好 - 第一道题 - 完成以下的句子 - 我是个怎么样的小提琴家 - 我是个versatile的小提琴家 - 最不喜欢的乐器 - 唆呐 - 唆呐 - 唆呐,OK - 第三题 - 如果今天不是小提琴手 - 你应该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 应该也会是走向creative side的 - 我一直都很想做演员 - 我以前也有学过舞蹈 - 哦 - 所以我学了五六年的花族舞蹈 - 就是比较喜欢creative side的 - OK - 你用过最贵的小提琴 - 大概多少句 - 五个数 - 五位数 - 五位数,对 - 哇,OK,最后一题 - 有没有影响你最深的一个人 - 或是一句话呢 - 应该是我爸爸说的 - 因为你会造成一个无民主物作出的 - 完成了,Kobing IMG - 好,你在那个视频之后 - 生活有什么改变 - 比较多quiries - 就是表演的一些机会 - 很像最近我演了一个 - Rose Rice - 他们Spectre的Lounge - 哦,我有看到 - 就是他们新车的Lounge - 很帅耶他 - 谢谢 - 他穿那个衣服 - 颶颶 Felipe - 然后他这边这样拉 - 哇,好可爱 我们一开始了解一下你的这个乐手之路 一开始你是几岁开始学小提琴 然后为什么会开始学习 我是四岁的时候开始 我爸爸妈妈就带我去拜师的 所以算是被逼的吧 小时候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古典乐 可能我来完成他们的那个 古典音乐的梦想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 到了Sota School of the Arts 第二第三年开始喜欢 这么多年以后啊 你说你四岁 Sota是已经中学以上了吧 Sota差不多十二十三对 天哪所以你 你肩中多抗拒 就不大喜欢练琴 ok 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多辛苦 因为我听说小提琴是 乐器里面的王后这样的地位 就是难学的程度是非常难的 非常高 你一天他们说一定要练三四个小时这样 才会达到那个程度 最难的地方 指法 音准 音色 这样 那你说你到Sota的时候就开始爱上 对那时候就比较多表演的机会 我就很喜欢表演后的掌声 所以就觉得很像被认可这样 突然间有观众 跟你玩的曲也有关系吧 可能你比较大一点 你弹的曲可能比较多 比较刺激 那你把这个当职业是什么时候有的想法 差不多Sota 中四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在外面 呃 谈四重奏这样 嗯 就是wedding gigs 所以就 decided to have it as a career 但你会有一些 不确定性吗 因为在本地要 走音乐道路 有一些风险嘛 对不对 一定会 尤其在COVID的时候 嗯 那时候真的是很吃力 就是完全就没有什么表演 因为全部都被停 所以在疫情期间有想过要转换跑道 有过有过 因为你在家会 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然后就想 嗯 is this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需不需要想别的 career pathways 所以在过去两三年我有发现 因为我们是同事一场嘛 对 在疫情之前 我其实有机会跟她一起工作 有参与彩排 我对她的印象是 她就是那种典型文静的女生 后来我看到她在社交平台 哇 又跳舞啦 又展现魅力 所以蛮意外的 是因为 想要有更多的可能性吗 是的 就express myself and put myself out there 就是我们 没有东西做 整天拍那些有的没的 嗯 对 就拍有的没的就 拍成一个习惯 你觉得这个有趣 所以我觉得也有收获了 你怎么没拍啊 我拍到我give up的 哈哈哈 你没有跟她讨教一下 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应该跟她讨教 没有 你们实际上也合作过啦 当然是英雄喜英雄嘛 对不对 今天为我们准备什么曲目呢 今天我会拉梁柱 就是Butterfly Lover's violin concerto 因为我10月25号会演奏这首歌 哦 你有自己的独奏会 独奏 对 就是跟交响乐一起 哇 对 这是第一次吗 就是你solo 对 第一次就是拉整首的 因为我在Solta的时候有赢过一次 concerto competition 就是拉了one movement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是要 the full thing 对 现在是the full concerto 哇 今天我们节目是 有耳浮了 一半啦 听到一半还是 one tenth of it 大家可以sample一下 今天好听可以去买跳 对不对 那跟我分享一下 你这么多的舞台经验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突发状况 我有忘过谱 怎么办 而且那是我的考试 recital的时候 ok然后呢 说是挺惨的 然后我就拉了一半 然后突然间就整个blank到完 而且古典院他们是有 一定的这些notes so 如果你拉错音 他们就会知道 他们一定懂的 从那个我就挺traumatized的 嗯 然后就是很怕忘谱这样 ok 我们来欣赏Josie的表演 Ya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卓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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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